青年港督有限电视 过了旅行中佳集团赞助媒体试读教育的承诺 与一手大学大传系合作直播新闻 那么今天要报道的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究竟环保跟经济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透过同学的访谈及镜头拍摄 带您一块来看看 放眼望去 排排站的工厂密密麻麻的管线交错在一起 这里是高雄大社工业区 大白天的还有工厂正在排放废气 空气污染一直是工业区的问题 高雄大社也不例外 平时工厂排放的废气造成空气中有异味 当地的居民表示这已经好几十年早已奇怪 本来是下雨天的时候 会排放一些那个烟啊 许多民众被问到该怎么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都纷纷表示这是中央政府该去处理以及更实的问题 地方政府根本无从管理只能监督 这使空气污染这个问题日益严重 它这个工历其实是属于中央在管的 是经济不在管的 地方政府它只能站在环保的角度去建议它的环保 如果它没有重大的公安意外 应该它也转不到它什么 我是觉得也没什么差啦 因为毕竟在地人也是很多在工业区工作的 但也有不少民众认为把工厂迁移 也许会造成许多当地民众失业的问题 该怎么拿捏还是得看中央跟地方政府去解决 记者张静迟 游松献 陈小卢 高雄报导